剛才也提及了很多次就是那個通脹的問題 俄羅斯和烏克蘭打仗之前 大家都已經很憂慮 就是那個供應鏈就帶動那個通脹的情況 現在好了 剛才你說到 俄羅斯和烏克蘭其實出口糧食等等 就是對全球那個通脹就進一步會構成壓力的 在這個大背景之下 大市來講大家看起來其實都不是很開胃的 但是如果都真的要繼續投資的 最基本面就是抗衡那個通脹 如果進取少許的希望跑贏的通脹 其實會不會有什麼行業的投資情況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或者再跌得深一點的時候 投資者又可以吸納 跌得深一點可以吸納的 我覺得美股是比較多的 譬如其中可能是硬件半導體類型的股份 都仍然在一個調整裏面 我覺得 就真的等了 如果你說想等調整後級納的 我覺得美股裡面會比較多的選擇 還有就 有一些板塊是相對是 還站得好一點的 又或者會想 在這個危機裡面 是不是可以想一下的 還有剛才說的那個市場 就是現在的市跌 也不只是單純因為 俄羅斯烏克蘭的開戰的原因 不只是因為這個戰士 其實本身整個市場 是在一個的危機裡面 是在一個的調整裏面 已經是 仍然在那個殺股地就沒有殺完 所以就未必說 是不是 因為開始 傳緊有沒有機會可以簽到和約 是不是可以和談成功 但是就算和談成功 首先整個市場 不只是單純這件事 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應該說是 令到 通脹問題惡化了的因素 而 就算真的可以停火 雙方陣營的對壘的分野 其實是明顯了的 這也會加強了將來 大家 應該都意識到 是持續要加大有幾方面 首先就是 軍工方面 另外就是 能源方面 現在應該 還有因為制裁 應該不是 就算停了火 應該都 沒有那麼輕易 去立即去解除 所以 糧食供應那裏 你制裁了俄羅斯 其實就 都會影響著整個供應鏈 所以 如果你說 在這個想法裏面 哪些板塊 尤其是受到影響的板塊 特別要去部署的 可以考慮的就有 我想兩大出發點 包括就是 正正是因為 這個制裁 而 漲成的 這個危機 其實就是糧食和能源 可以關注這兩個方面 就算是否 有一個人 就算是否 有一個人 在這裏面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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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面